继续来关心宜律兄的消息 为了宜律兄的广顶孤集 王青江古厨 已经三档的收获 已经由广州政法官与王氏兄弟 中原仪议党王欺贵上人 跟百年后 中有限度开放和各界参观 中显宜律第一大家族立宿奉华 占地中间七百平的国贷 现金1900万年 是由当时丹林正党的王青江 国际的荷兰建局所来设计 在四季分拢到王青江古厨 也是很多有限处境立面的地方 王青江古厨 基点为构绝过程相当求责 2000年 改冠政府在文化主宣 包扎当中 发显这间古厨的文化主宣 够贷 希望保障其中央的文化主宣 但受有关联很多 交通都就有状态 后来王家会主动交通协调 最后反对的意见 总算在2008年 基点为公国的构绩 这是这间古厨建局生命的转折点 虽然开始有一点辛苦 但是算是相当的顺利 那这个房子 其实差不多在100多年前 由我的阿公和北公 就是王青曲就是我的阿公 然后王青江就是北公 当时两位兄弟合力来设计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当时是蛮有眼光的 结合了台湾 日本 还有这个西洋的这个风格 然后建造成这个 这个家宅 那我们也会 往后也会透过这个 成立的基金会 就是清新阁文化艺术基金会 来做维护跟管理 甚至活化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资产 甚至也会办一些这个活动 佣合三种建局奉价 吉米的王青江古铁 是他在乡真有特色的历史固执 王氏终着欧带民连很多 包括前是欢迎到欧岳生 中研院院长欧智慧丁郎 国厨完成收获之后 也因为当时是王氏家族 极大的地方 在不影响个人因素范围之内 中有限度开放民众参观 让各界了解他的大家族的故事 深深空调放棄地乡 彩虹博德